我們市場也依依的都會 板橋無禮活動中心 擠滿了大批民眾 大家買手搓湯圓 形成了壯觀畫面 一起來體驗 古早時代索尹亞的樂趣 用實際的行動感受元宵節 是華人傳統中最重要的節慶 因為我們去年就有來做過愛心 然後因為今年又有 所以我們就又一起報名 然後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做 今天帶小朋友來開心嗎 開心啊 因為小朋友很喜歡玩 無情 無種 無種口味 無情 還有那個 綠瓜 綠頭 紅蘿蔔 還有紅蘿蔔 還有紅蘿蔔 平常搓湯圓只有白色 我們稱為銀色 紅色 稱為金色 金銀的那個湯圓 他今天是搓了五型的湯圓 非常非常的興奮 除了要讓民眾搓湯圓 過元宵節之外 阪橋區公所舉辦 2018新北慶元宵 走搓湯圓送愛心活動 要藉此機會 號召大家的愛心 為湯圓注入溫度 讓每顆手工搓揉出來的湯圓 帶著關懷的味道 活動當中新北市長朱立倫 到場和大家搓湯圓做愛心 從小跟著阿嬤長大的市長 家事活很靈敏 做出來的湯圓各個飽滿 準備分送給弱勢家庭享用 也能夠點亮方橋城的元宵節慶人情味 在朱市長的帶領下 搓出一顆顆有愛心關懷的湯圓 希望能夠讓收到的民眾 填在舌頭 暖在心頭 共慶溫暖的元宵 中佳新聞 李嘉豪 板橋報導